你在申办政府服务时 有没有请假跑遍不同单位 还要排队等候的经验 甚至有时候除了自己的资料 还需要相关亲属的资料 在过程里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 数位发展部MyData 推出了多人资料合并申办功能 可以快速解决这个问题 屏东县身心障碍者 专用停车识别证申办服务 就借接了这个新功能 持有身心障碍证明 需要家人接送 无法自行开车的屏东县限明 可以申请身心障碍者 专用停车识别证 这个时候就需要包含身障者本人 还有协助驾驶的亲属 两位民众的个人化资料 在以前身障者本人以及亲属 需要先准备身障证明 行照 驾照 户籍等等的资料 花费一两天的时间 跑各个单位零贵办理 才能够完成申请 但是现在只要在线上申办的同时 准备好行动自然凭证 或者是晶片卡 透过买Data 双方就可以轮流进行身份验证 跟线上同意 轻松地载入 所需要的身上证明 行照 驾照 户籍 这些资料来完成服务申办 整个申请流程 变得更方便 更省时 我们也欢迎更多中央部会 地方政府各个机关单位 一起来借接买Data 让政府服务更好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